欢乐颂呢近日又迎来了一次剧情上的小高潮 剧中呢蒋新所饰演的樊胜美 之前呢不管是挑拨王百川谎言之后的偏激举动呢 还是曲潇潇对她的捞女的定义 一直是让观众朋友啊疑惑不解 而在最新几集的欢乐颂中呢 随着樊胜美家庭背景的公布啊 她的悲惨金玉甚至是让我们身边的小姐妹落泪 她是霸气侧漏 好打抱不平的二十二楼侠女 帮她好好看 她也是深谙职场人情世故 但对姐妹淘心淘肺的暖心大姐 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呀 真话 嗯 好 那我开始了 嗯 不许哭 嗯 一个人不理你呢有可能是对方的问题 但是如果大家都不理你 就要从自身找问题了 但有时又会因为自己的自尊 虚荣不惜对关心她的人恶言相向 黄白川 听出来了吗 小姐好像说的是你啊 大家都不傻 我们也是喜欢玩 姑娘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目标围观 干嘛那么早揭穿啊 她内心系很多 而且她会有几个层面 从一开始奖心的人物形象就足够鲜明 爱打扮 恨嫁又要求高的大龄资深HR 崇尚各种奢侈高端的事物 但随着剧情的步步推进 凡胜美身上虚荣败惊的缺点 渐渐被放大 一度让观众厌恶 直到那一通父母的求助电话 才彻底打破了先前的人生 你哥哥的事情你听说了没有啊 我知道啊 人家酒店要开除他了 你说这可怎么好呀 妈 这些年你们把我当卫生纸 天天替我哥擦屁股 大窗户的借鞋 都是我给他解决的 我的角色我觉得离我太远 就精力的比我多 磨砺的也比我多 阿蕾 我想你这样好不好呀 你跟房东说说啊 让他先把你的房租退给你 你搬到公司再住两个月 好不好 那咱们一起 总得想办法把这件事情应付过去 妈 你这话 你 重男轻女的父母 招惹是非的哥哥 无能狡猾的嫂子 向来坚强果敢的凡胜美 第一次有了弱女子的感觉 无条件 无背景 直升到大城市艰难打拼 还要帮扶梅出息的哥哥 樊小妹内心的无助和痛苦 日渐加深 你们想干什么 你得想办法 干嘛打我下去 我都等几天了 小妹啊 我妈 我怎么回事啊 你可以抱紧了吗 你赶快回来 你再不回来这件事 你们不要走呀 让小妹办法了 怎么办呀 你这怎么办呀 不打钱 我马上打 我明天就给你不打钱 我打两千行吗 我明天就打钱 你要不赶紧走 咱们家走 让他们走 好在樊小妹的身边 有着一群好姐妹 她的精神世界 才没有彻底崩塌 一碗鸡汤倍感温暖 一次冷漠 心怀感激 我喝多了 喝多了以后就哭闹 然后完全不知道 就是特别本性的 那面全露出来了 安迪他们把我插回去 住在了安迪家 然后半夜 我就醒了 就是 然后又开始 重新伪装自己 他就问我怎么样 又假装很坚强 我没事 但是走了那一瞬间 我突然站住了 安迪 谢谢 因为我知道 他不问我 就是对我最大的一种保护 面对家里 无休止的索取 父母残酷的对待 凡小妹 面对现实低了头 自尊心机强的她 也渐渐开始偏离了正轨 孝顺很重要 孝顺是孝子单头 所以孝顺很重要 但是过分的去孝顺 可能会适得其反 就是类似于 凡生美嫁的这种事情 可能太过分的去孝顺 就是一种适得其反 得知凡小妹 不想再帮忙后 凡家大哥心生一计 自己带老婆逃跑 把父母和孩子 送到了去上海的火车上 在22楼姐妹们的 暖心帮忙下 凡小妹找到父母 但重男轻女的她们 完全没有领情的意思 这样 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随便走一几 明天小美就搬到 公司宿舍去住好了 那里又不要钱的 我老早就让你 住公司宿舍的 你哥哥嫂子 连家都回不了吗 你住这么高级的房子 那一个月浪费多少钱了 你哥怎么了 你哥这几年 总算给凡家 生出个孙子了 你呢 除了这一堆衣服 还有什么呀 接下来 虐心的一幕将上演 烦爸爸突发恼意些 开刀急需用钱 凡胜美该如何应对呢 后面的剧情 又是否会反转呢 你可以醒醒呀 不得了啦 有人 找了一反大爷 不能再找一反大妈啦 怎么说都是有个人祸 但是你 你这假单据这事 怎么可以 不是被欺负 不是 他现在是核诈我 到时候真的 这事还不好办 不行 你等会啊 地址 你还真叫人 怎么 你真的没有办 行行行 各位顾奶奶 你们都是顾奶奶 我走行了吧 我走 因为我知道她 第二期也好 以后也好 她一定会有一个 好的发展前程 所以我更喜欢 她叫凤凰 更多精彩 锁定东方卫视 欢乐送